开着已加装避震器的车子 测试行驶与过弯的稳定度 这是魏老板为车主做避震器试车的日常 他自制生产避震器是原汁原味的MIT 从生产出货到安装 一条龙的服务是魏老板一手创办 来会一头栽进车业 也是因为他爱车的缘故 在金融业的时候 其实我就结识了很多很多的 爱好车子的相关的车友 我自己也很喜欢拆拆装装 对BN系真的是还蛮有兴趣的 因为BN系攸关到承受感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零件 所以我就想说 那就从BN系来切入这个汽车改装的市场 我们的BN系安全还有品质 当然是放在第一 但是每一个车主来的诉求 其实都不太一样 有的车主呢 他是直接能够下到赛道 去做比赛 你要下赛道 那我就给你比较竞技的设定 要比较舒适的 比较接近原厂的 那我们也有类似的设定 可以满足车友的需求 以我们工厂作业来说 每一套BN系呢 其实都是靠人力人工 来做基本的那个组装 所以在组装的细腻度上的话的要求呢 就会比大量生产还要来得更严静 轴心的组装完毕之后呢 那前面的话呢 左边跟右边 我们就会上主尼测试机 那这台主尼测试机呢 是美国进口的 它在做硬体跟软体的支援度比较丰富 我们的客人如果要有不同的图面呢 我们这台的测试机都能够支援得到 更贴近每一个车主的需求 为了能给予客户需求的避震器功能 在安装技术上也是一大关键 在拆装的过程 来的车辆 轮胎的大小 和客人的需求 给予他他最想要的避震器 再就是调教的部分 去调教客人最想要的避震器的舒适性 我们拆了多少东西下来 就要回去什么东西给客人 不能少任何一颗螺丝 我们很注重在安全上面 我老板对于避震器的品牌的坚持 跟品质的要求都非常的重视 这也是对我影响的部分 魏老板对品质与技术的要求严谨 而版式亲力亲为 也带动同仁们一起为品牌努力 我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老板的角色 因为其实我也很少坐在办公室里面 都在现场里面一起跟大家搭拼 那像这样的避震器 颜色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 都是大家想出来 集思馆里想出来的 所以这个品牌呢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靠全公司大家一起把这个品牌 把它撑起来的 对于车友的部分 客人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都会再跟客人询问一下 是不是有符合他的需求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呢 产品也会不断地改进 安装完EKT的避震器之后 老板他会用私讯来询问我说 角度有没有问题 或是像安装完之后有没有意义 然后经过公司的时候 然后魏老板会帮我来检查一次 对于第一次安装的人 我觉得这很好的服务 像我这种喜欢开散路的 EKT它的操控性 以及它的安全性都不会减少 像跟开散路一样 自己使用完之后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大家会推荐给一些朋友来使用 公司避震器高性能的品质 与魏老板贴心的服务 深过许多车友的肯定 在市场上也打小名声 透过车友们的推荐 许多车厂也成为爱用者 我们自己是做改装厂 以及包装厂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客人所需求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我也有跟魏老板再去做 重新的沟通说 客人他们的需求 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修改 它在这部分下了很多的用心 修改往后呢 其实客人的反应都还不错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客人一个带一个 PGN系的品牌 市场上真的非常非常竞争 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品牌经营起来 其实很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们也有接了很多的国外的客人 包括了韩国的代理商 还有马来西亚的代理商 俄罗斯的代理商 那未来的愿景 希望能够再把我们家的产品 带到更多更多不同的国家 让爱车的车友都能够体验到 我们家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